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潘古竹竹 我是夏琳瑩 今天我們來到捷運 OK 60分 這個一定要Cue妳 對 因為南港展覽館站 來到這邊都要練習一下 而且我在家已經練過100次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Cue 太晚了 聰明 這一站很特別 我們現在旁邊就是 南港展覽館 這邊常常舉辦大型的活動 而且來到這一站 其實因為它是高價型的 你常常可以看到捷運行駛 很特別 這裡是文湖縣 還有板南縣的騎駛站交會點 是的 而且因為這邊是一個 軟體園區的關係 所以附近有很多的上班族 對 而且加上這邊 離繫紙很近 很多人從繫紙或基隆這邊 有的人是從桃園或南邊那邊 來上班 上班族好多好多 就是一個若毅不舉的人潮 可是都是很厭世感的 而這一集主題 看我們的穿著就知道 上班族look 剛才大家前面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對 所以我剛剛就說 大家都好厭世 是因為每天都要那麼早起上班 所以整個人生很黑暗嗎 就是日復一日的工作 難免會讓人家覺得 有一點厭煩 但是上班族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小確幸 是的 所以包括中午休息的時間 下班 下班或下午 有時候有開會的時間 可以出來的話 有公班的時候可以溜出去 就…不要亂講 今天要偷偷… 偷偷的 好… 就要找一些很好的店家 所以今天就跟著我們 一起來尋找這些 可以讓你吃喝玩樂的地方 跟我們走吧 走吧 顛覆你對便當的印象 少油少顏 標示產地及熱量 有身分證的便當 它是雞肉沙拉 是南港店的限定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個便當 它裡面的雞肉 可是用我們介紹過 很高級的舒肥法 出女兒程 南港展覽館CP值超高國之店 今天你要喝哪一杯 上班族 如果你真的忙到完全沒有時間 去吃一片飯好了 至少可以給對方 一杯果汁的時間 很感人 你不覺得嗎 充滿歐洲風情的咖啡廳 氣氛超棒 各式餐點挑逗你的味蕾 剛剛我們面前 我嚇到了 我嚇到了 因為上班族吃的 有事要吃這麼好嗎 什麼 不用 竟然嚇到了 幹嘛這樣 老饕等級牛排 無敵鮮甜的蒜香海鮮寬扁麵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美食 都在GoGo捷運 這裡不是南港軟體園區附近嗎 對 是 這裡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就要來帶你吃 吃便當 是啊 我們節目妳帶我來吃便當 我們今天不就是上班族的主題 上班族不就是最常吃便當 可是錄節目 總是要介紹一些特別的吧 當然是特別的 不然我帶你來幹嘛 它是特別的便當 特別在哪 特別在 我覺得這個便當會顛覆你對便當想像 顛覆 如果沒有怎麼辦 沒有的話 我們還叫GoGo捷運嗎 好 我就跟你去看一下 當然 一定是厲害的好不好 顛覆傳統的人氣便當店在這裡 搭成軍 板南縣南港展覽館出口2 沿著南港路一段走 右轉三重路 再左轉新明街就到了 南港軟體園區旁 接近中午時間 上班族就魚罐進入這間 很不一樣的便當店 寬敞明亮的空間 加上開放廚房 直接看見食物的處理方式 各種菜色清爽不油膩 還有透明的便當盒 一切都讓阿民跟竹竹好奇不已 趕快來買幾個品嘗看看 這裡便當到底好不好吃 難怪說這裡的便當 顛覆你的想像 你看 這是顛覆我想像 我第一次來吃東西是 蓋著蓋子 吃這個嗎 便當那種蓋子好不好 不是 而是妳看它的透明裝盒 是的 很特別之外 再來妳有吃過便當 上面有身分證的嗎 沒有吃過輸入便利商店以外 因為妳知道這邊的主廚 他非常在意我們的食材來源 是的 所以他把食材的產地履歷 都表示在上面還有營養成分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人吃的東西的 健康觀念 養生觀念 越來越普及 大家其實像我們吃東西之前 我會習慣看一下熱量 但是外面坊間的便當 根本就沒有熱量 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吃 見了多少的卡路里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讚 因為你看標示 然後你每天要攝取的 五大類營養素都標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你今天吃多少熱量進來 所以剛才乍看之下 我還以為是那種健檢中心 對 它會有營養師幫你調配好 對 我剛以為是在醫院 因為醫院的餐點也會這樣 但是外面房間很少 除了非常地乾淨 很舒適之外 再來就是餐點呈現的感覺 現在就把它打開來 先來這一道 檸檬松阪豬吃過很多次了 松阪豬是我個人覺得 在豬肉裡面我最喜歡的部位 跟松阪豬不好處理 因為松阪豬是比較脆的部分 之前有吃過火鍋的松阪豬 在便當裡面它處理得怎麼樣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 咬下去 我也吃到羊魚片 妳太誇張了 你都還吃得到那個脆度 因為如果松阪豬放在火鍋裡面 你可能吃不到那個脆度了 謝謝 來… 卡滋… 對 除了卡滋卡滋的松阪豬便當 這裡還有蜜香豬煎肉 梅花肉口感軟嫩 搭配主廚獨家醃料秘方 味道香醇回甘 接下來來我這邊 我來看一下這一道 義式採蔬 妳知道最近我發現 在做菜的時候 如果我做不同顏色的蔬菜 小朋友其實很喜歡吃 對 大朋友也吃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吃蔬菜的話 可以攝取很多的纖維質 對 妳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道菜的特色就是 有非常多顏色的胡蘿蔔 真的耶 好酷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紫色的胡蘿蔔 妳看到這些紫色 這是胡蘿蔔嗎 這都是胡蘿蔔 那是天然的顏色嗎 不是色素嗎 是天然的顏色 它是彩色胡蘿蔔 它是一種香料 跟我們一般吃到 因為我們一般 邊當打開面的胡蘿蔔 可能用很台式的方法去料理它 會有很多勾芡的醬料 可是它是撒上義式香料 所以突然間有種 異國風情的感覺 除了義式風情 這裡還有港式水晶土雞 去骨土雞腿肉 冰鎮過後 肉質Q彈 如水晶般晶瑩剔透 Bling Bling 蒜香烤雞腿 雞腿採用蒸烤烹調 整體熱量變低 也是老顧客的最愛 接下來這個厲害了 是南港店的限定 我們的泰式雞肉沙拉 因為我知道主廚有受過 中式跟泰式餐飲的訓練 所以它在這個餐點上面 除了符合台灣人的口味之外 它會加入一點清爽的這種調味 我們來看這一道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個便當 它裡面的雞肉 可是用我們介紹過很高級的 輸肥法 出入而成的 什麼是輸肥法 就是低溫烹調 我以為妳要說又輸又肥 並不是 低溫烹調什麼意思 低溫烹調就是 它取代傳統蒸煮的方式 可以鎖住更多的肉汁 然後保留這個肉的嫩度 的確是 因為我們常常在吃 不同的肉類的時候 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可能外面烤得很焦 可是裡面可能卻沒有熟 低溫烹調 就是可以解決這樣子的一個缺點 它讓肉整個熟成 都到一個剛剛好嫩嫩的程度 對 而且沙拉的雞肉處理 非常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配這樣軟軟嫩嫩的 才是對的 常常你在吃雞肉的時候 那個雞肉的質感 質地都不見了 這個雞肉的質地 還非常…地完整 而且你再咬下去的時候 你仿佛可以吃到肉的紋理 是的 很驚人 再來是沙拉搭配的是 栗子地瓜 也是現代人養生的時候 很強調的 以前人說吃地瓜好像很可憐 現在大家搶著吃地瓜 對 現在地瓜 現在你在便利商店裡面 真的是一瓜難求 有時候想吃地瓜都搶不到 好香 那種栗子地瓜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它還有一個栗子的香味在 而且這道很重要 你剛剛雞肉上面其實有堅果 你有沒有發現嗎 還有堅果 對 因為這道料理可能 用堅果來補足你 你要設置的油脂類 油脂類 堅果是一個很好的油來源 舒肥法雞肉 加上杜蘭小麥義大利麵 苗栗西湖麗香地瓜 還有繽紛迪卡李麥毛豆 不愧是單店限定 竹竹阿民吃得好開心 上班族吃飽真開心 不過吃飽但是還沒喝足 對耶 感覺上班族吃飽都要點一杯飲料 對 可是現在我們剛才聊到一些 健康飲食的一個觀念 好像如果去大喝珍珠奶茶不太吃 對 就手搖飲料可能我覺得 含糖量 含一些人工的果糖不是很健康 這時候只能喝一杯苦茶了 我們生活都夠苦 你還要喝苦茶 你是不是想苦死我了 本來剛剛心情很好 一喝苦茶 臉都皺身了 像他都夠苦了 那要喝什麼 當然是要來一些新鮮的果汁 重新新鮮好主意 我們就來點一杯新鮮果汁 走 南港超夯新鮮現打果汁 原汁在這裡 以搭乘圈文湖縣南港軟體園區站 出口1 沿著金茂爾二路走 左轉三重路再右轉到園區街 就到 這間有店面的果汁吧 裝潢用色溫暖 店內還播放著流行音樂MV 充滿了年輕朝氣 用心打出來的果汁如何 來揭曉吧 我覺得我們今天都是一個 很顏色的路線 很開心 對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便當打開來也是 五彩繽紛 然後現在在我們桌上也是 一系列的馬卡龍色系 這不只是顏色很鮮 而且有一種非常令人愉悅的心情 我聞到Fresh的味道 好新鮮 就是跟我們以前想像 那種果汁店不太一樣 對 果汁店不就是 應該是市場裡面 一個小攤販之類的嗎 這個真的有一個Bar的感覺 對 怎麼會有 感覺在Lounge Bar裡面 喝果汁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自己好時尚 而且我覺得這對上班族來說 很重要 對 因為大家都太忙了 根本沒有時間切水果 或打果汁 對 或打精力湯 就可能腥微素攝取不夠 可能會便利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尤其你有酒做的話 對 認真的起來 所以真的就是需要來喝一點果汁 然後補充一下纖維 好 先喝喝看紫色的這一杯 是藍莓加優酪乳 天啊 這算是女生會最愛的吧 酸酸甜甜的絕配 非常好喝 我喝一口 我的媽 這個太好喝了 新鮮藍莓加上優酪乳 沒有一滴水的純粹 藍莓加上優酪乳的香 還有這夢幻的紫色 喝起來就是過癮 另外這個奇果汁厲害了 妳喝喝看 跟外面的奇果汁有什麼差別呢 我的天啊 這個奇果汁是這樣 號稱不加一滴水嗎 這個超濃 不是號稱 裡面可是有三顆奇異果 這個 三顆 大手筆 對 因為三顆 你知道大部分的奇異果汁 都是可能一顆或不到 然後加很多水 所以你感覺自己在喝奇異果水 這個奇果汁是上班族 非常…喜歡的飲料 對 因為奇異果汁 我跟你講真的是 維他命C之王 如果你想要美白的話 一定要喝水 所以有了藍莓 有了奇異果 這一杯顏色好可愛 粉紅色 這一杯真的很少女心 那就是由我來喝一下 走開 妳喝… 我要喝 這粉紅色大概是交給我這種 夢幻的少女來喝 太讚了 這是蔓越莓 蔓越莓 蔓越莓優肉乳的感覺 仔細看它的果粒都還看得到 對 你看 蔓越莓是對女生最好的名字 幽酪乳嗎 她多喝幾口妳這女生肉 酸酸的 我覺得它還有一種奶昔的感覺 對 其實是看你喜歡 你看跟藍莓比起來 蔓越莓就是酸度又更多 我很喜歡 對 而且… 而且它好像可以選擇 你要加鮮奶 還是加幽酪乳 除了把果汁的原味還給消費者 多樣水果搭配選擇 調和出多層次的最佳口感 光是倒出來的濃郁感 就讓人感覺真材實料的美麗 上班族 我覺得 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當上班族 我會當得滿開心的 就是每天來喝一杯果汁 對 就是如果公司附近 有這麼多好吃 好喝的東西 或是就算我今天 真的忙到已經沒時間 我就至少抽空走下來 喝一杯果汁 讓自己喘口氣 對 可能心情不好的時候 立刻可以轉換一下這種念頭 對 難怪說CP值最高 真的是我們喝過最濃的果汁店 上班族絕對不要錯過 加費奇異果汁 三顆奇異果 補足你滿滿的元氣 達成捷運文湖縣 南港軟體園區站出口一出來後 沿著金茂二路走 左轉三重路 在園區街又轉就到了 上班族最棒的餐序聚會地點 達成捷板南縣南港展覽館站 出口五處來沿著研究路一段 只走四分鐘就到了 接著就是要介紹給上班族的好店 是的 這邊看起來外表還滿低調的 有嗎…有低調嗎 我個人覺得還滿低調的 因為很多上班族他都會想要找一個 可以開會的地方 對 或者是說他有比較長的時間 甚至在下班或假日 可以來用餐的地方 沒錯 一進來你會感覺心情很放鬆 因為你會發現他留下了 原本專造的時候的磚牆 但是他用了一個新的方式 對 因為他的桌子 然後都是木頭的質感 然後空間是很寬敞的 所以就有一種很明亮 然後感覺在這裡面 思路會特別清晰 也可以好像跳脫工作環境的 這樣的心情 對 而且感覺在裡面 如果檢查應該會檢查 而且你知道這個好重要 對啊 所以如果是這麼棒的一個場所 再加上有美味的餐點 那就不得了了 真的 那就讓我們來檢視一下 對啊 看我們面前 我嚇到了 我也嚇到了 因為上班族吃的 有需要吃這麼好嗎 沒有 看嚇得來 幹嘛這樣 我想說上班族吃上很豪華 很辛苦 而且有時候你不一定 你開會的時候 也許來的是歐洲大老闆 因為你要招待對方吃東西 也不能說太寒酸 你要選一些氣派的餐點 來看這兩道都非常厲害 氣派 首先遞到 蒜香海鮮寬扁麵 我跟妳講義大利麵有很多錢 有很平價的義大利麵 然後也有比較貴的 中高價位 可是很少見的是 平價的義大利麵 可是它卻是中高價位的菜式 我覺得這不得了 你看… 你看這個義大利麵裡面 光看海鮮的用量這麼多 而且它不是… 它不是給你瞎人 或者是一些碎片 或者是什麼蒜末 那些那樣的小東西 你看…套Q這麼大一個 新鮮海味 而且我覺得它的蒜香味很香 就是不會搶掉海鮮的味道 反而是幫海鮮提味的感覺 而且你知道嗎 我發現義大利麵要做的好吃 在我個人的觀點 因為有些地方是追求台式的方式 所以有些義大利麵會比較濕 或者它蒜香處理的方式 會感覺好像比較台式 但這邊我覺得保留了那種義式的風味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這麼濕 吃起來加上義大利香料的感覺 是整個是比較歐風的 對 因為蒜香很容易 就是變台式小炒 你知道如果我不小心 再加個九層塔有沒有 對 真的 就是整個是感覺吃鹹酥雞 蒜香海鮮寬扁麵 要不流口水都難 這麼犯規的料理 打著燈籠都還不一定找得到 如果說剛才是CP值很高的話 接下來這一道真的就是高級料理了 是的 在咖啡廳吃樂眼牛排 我覺得這還滿特別的 所以它一定要有相當的實力 表示說你在點的時候 它有一定的品質 對 而且一定要請到厲害的主廚 才能把牛排處理好 畢竟牛排你也是吃滿多的 畢竟你不吃牛的人也是吃滿多的 陪我吃 對 所以我現在也懂得如何介紹牛排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牛排一看它處理的方式 你就知道它的 應該大概是在四 五分熟 因為你看它的肉的程度 對 有一點點帶鹹 對 但是其實我剛才很驚豔的是 你…你稍微把它 你把它翻過來看一下 另外一面 外表是烤到已經熟了 我可以直接吃一整塊嗎 會不會有失我的形象 有失我的形象 有什麼形象可以嗎 對 它那個嚼勁還在 但是你又不會像我剛才想的 就是說如果都是筋或油花的話 它會不要咬很久 其實沒有 它烤過的部分 還是讓你非常容易入口的 再加上搭配這個是什麼醬 你知道嗎 是美國醬 真的是美國醬 對 所以它的口味 就把它綜合起來 讓你覺得非常…舒服的口味 這很特別 因為牛排很少會搭配莓果 因為牛排很少會搭配莓果 好奇妙 而且我一口裡面 我覺得我的味覺它很忙 因為它要… 它要去關注到莓果 它又有牛排的牛肉香味 然後再加上你剛說的芥末子 菜有點鹹鹹的 可是不會強調原本牛肉的味道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 喜歡樂飲的關係 因為尤其它的油脂 加上它的肉的這種處理方式 搭配上不同的醬料 它就會讓你的口中 有很多的樂趣 頂級牛排搭配莓果醬汁 以及芥末子 老饕牛排是樂眼順著筋膜 切下的上蓋肉 數量犧牲 肉質非常鮮嫩 好吃到要深甜了 吃完了主餐之後 我覺得甜點 對一個上班族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妳通常會點什麼 我通常就是都點 因為我覺得上班族 你平常上班一整天 然後你可能已經覺得很煩 這時候一定要來一點甜食 會讓妳心情變得很好 會滿素牙的 然後我這個 我通常會點蛋糕 或者是點鬆餅 這兩個應該算是 比較常見的選項 對 今天妳點的是 我今天點了一個蛋糕鬆餅 不是蛋糕跟鬆餅 是蛋糕鬆餅 要連在一起 很有混搭精神 對 因為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妳要點蛋糕 又要點鬆餅 妳可能會吃不下 可是這個是把它合而為一 其實乍看會以為它是冰淇淋鬆餅 對 但是 它其實是提拉米蘇鬆餅 大家知道嗎 它就是把我們一般熟悉的 手指餅乾 換成了鬆餅 它整個裡面的原料 包括冰淇淋 包括待會要淋上的Express 還有裡面的調味 都是提拉米蘇 對 所以妳看 這個是不是CP值很高 妳想要吃冰淇淋 妳想要吃提拉米蘇 想要吃鬆餅 甚至妳想還有Express 妳只要點這一道就OK 妳說可以分開這樣單喝嗎 完全可以 或者是我們兩個人 你喜歡Express拿去喝 然後… 不要 我要加在上面 這是人家招牌 妳看一下 它還是有一個樂趣在妳看… 好療癒 Oh my God 好療癒 真的 還有一種 對 蛋黃哥被捏碎的療癒感 有這種軟爛感 那種不想上班的感覺 有種那種 不想上班… 吃完還是要一直上班 對 還是要一直上班 它還有一種就是甜點追求的那種 火山爆發感 好好吃 除了剛剛提拉米蘇 上面有咖啡香味出來 我覺得 現在它的鬆餅好好吃 就在上面擺了那麼多東西 我依然可以吃到鬆餅原本的味道 提拉米蘇加鬆餅 一次吃到兩種甜點 拿起一塊熱熱的鬆餅 沾著冰冰提拉米蘇 最後在嘴裡融為一體 這裡的飲料也充滿特色 咖啡的選擇各有不同 冰磚拿鐵咖啡裡頭有 圓潤的冰咖啡球 裝在設計師的斜角杯 搭配冰鮮奶慢慢品嘗咖啡香 低調咖啡廳裡不可思議的美食 經過討論我們決定了 本店最推 很驚訝 因為 太誇張了 對 我真的…我真的嚇到 對 然後又有一秒鐘醒腦的感覺 對… 因為我先第一秒我先喝到一個 很苦…苦澀的那種 那種…那個叫什麼 Expresso的味道 然後後面突然間又有那個氣泡 我跟妳講 喜歡Expresso的朋友們 你一定會愛上這一杯 我覺得滿喜歡這種 比較客製化的感覺就是 它讓妳可以自己操作 就是看妳要倒多少 依照妳的口味 妳就可以跟妳的飲料互動 因為如果你一整天 只跟妳的Paper 或者是跟一些 嘴唇很不好的同事互動 妳會覺得很累 妳說妳知道還有一個朋友 是冰滴咖啡嗎 聽起來也有點太悲哀了吧 上班族總是要自己掃樂子 OK 好 這邊就獻給 沒有朋友的上班族 柔幸福們